字幕by索兰娅 这堂课是国立中山大学管理学院整合管理基础线上课程的一个部分 我叫王志远 将会利用未来的15个小时的时间 跟各位简单的介绍一下 管理学的这一门学科 首先我们将简单的跟各位介绍一下 管理学这门学科到底是在做什么 管理学这门课程最主要在做的事情是 讨论在组织当中 管理者他们在做什么事情 如何做这些事情 以及为何用这些方法来做事情的一门学科 这门学科它事实上可以算是在管理学院当中 所有的科系里面 他们的基础必修课程之一 那在这样的课程当中 我们将以数个小时的方式 为各位提供一个线上的一些快速基本概念的建立 首先让我们来进入到第一堂课 管理与管理者 什么是管理呢 管理基本上它是一个整合组织的资源 引导团队的成员 共同来完成组织目标的一项活动 在这个活动当中 是由各式各样的一些不同的任务和做法 共同来达成的 举一个例子来讲 像在家里面的时候 我们都希望家里面能够维持得干干净净的状况 所以在这种时候呢 可能我们的家长 可能会开始去指挥 我们的小朋友来整理床铺 指挥爸爸来做扫地的部分 并且妈妈开始在旁边 来试图把一些碗给洗干净 在刚才的论述之下 又发现一个新的问题了 谁才是管理者呢 用刚刚的例子来看 负责告诉小朋友说 谁来做洗碗的工作 谁来整理棉被等等这样子的人 就是所谓的管理者 因此所谓的管理者就是 他有责任要分配资源去影响他人 来从事各种管理任务的人 他们就通通都是管理者 这些管理者在组织里面 我们常看到 他们可能被称为主任 经理或是队长等等 但是值得我们大家注意的事情是说 并不是所有的管理者 都有如同主任或者经理 这样子的正式头衔 只要这些人 他们在工作上面 是有分配资源 影响他人的责任 他们就是管理者 现在问题出来了 管理为什么重要呢 如果我们把一个组织 比喻成像是人一样的一个 有机体的时候 管理者事实上所扮演的角色 包括了我们人体的大脑 还有各式各样的一些神经 这样子控制传输的一个体系 如果到我们的大脑无法运作 或者我们的神经 无法正常地运行的时候 例如像给出了讯号 所以我们的骨骼肌肉 可能会做出错误的事情 例如像我们的脑 走路的时候明明应该左脚先行 再换到右脚 但是当我们左脚走出去之后 我们的脑袋发出了错误的讯号 要求我们的左脚往前再走一步的时候 我们最有可能会摔跤 所以换言之 如果当管理者他无法进到 他本身该进的任务的时候 有可能会使得我们 无法完成到组织该有的任务 或者是让我们下面的一些人 会做得非常地痛苦 甚至产生不如归去 这样子的感受 而有一种降帅无能累死兵的感觉 曼彻斯特足球连队 或许可以帮助我们了解 管理者到底有多么的重要 曼彻斯特足球连队 是一个在英国超级联赛的 足球赛里面的一支球队 英国的超级联赛 是在1992年才开始成立的一个联盟 而这个联盟 从1992年到现在为止 大部分的冠军 都是由曼彻斯特足球连队所拿到的 在曼彻斯特足球连队的全胜时期当中 他们的教练是这一位 Sir Alice Ferguson 这位教练是在1980年的时候 进入到了曼联 而逐渐地把曼联从一支原先已经 加到中落的一个足球队 逐渐转型成了另外一个强权 我们来看一下下面这张表格 在英国超级联赛 从1992年开始的时候 Fergie一共执教到了 2013年这样子的时间点 而在Fergie所有执教的过程当中 曼彻斯特足球连队 基本上他拿到了超过一半左右的一个 英国超级联赛的冠军 例如像看这张图 我们就可以发现到这个事情 而大部分的情形之下 就算曼联并没有拿到冠军 他还可以保持在最少最少 也有前三名这样子的水准 然而在2013年 Fergie退休之后 曼的足球连队换了新的教练 从这个时候开始 曼联开始进入到了一个 相当衰退的一个时期 我们可以从这篇数字当中 可以看到的事情是说 在Fergie退休之后 曼联的战机通常来讲是在五六名左右这样子的时期来排回 尽管球队他本身的财务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而且他依然有着相当不错的球员 但是只因为这个教练的改变 就造成了整个球队的一个战机的下滑 这所代表的就是来自于说是 管理者是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影响力 在知道了管理者的重要性之后 我们会想知道的事情是说 要具备什么样的能力 才能够成为管理者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之前 首先我们应该注意一下的事情是说 到底谁是管理者这样子的议题 没有错 在我们前面谈到过的 管理者可能具备各式各样的一些title 如同周星石所讲的 人人都可以是时神 但是同样是管理者或者同样是时神 可能他们各自有一些不大一样的工作内容 例如像这张表 我们可以看出来 在一个组织里面 当组织人数逐渐变多的时候 会得发生到一些所谓的一个分层 分工这样子的现象 所以在不同的层级当中 我们会有着不大一样的管理者 他们各自可能需要负责 不大一样的一些工作内容 例如像是所谓的基层管理者 可能所负责的 是来自于说领导跟监督基层的工作者 而对于中介管理者来讲 他可能最重要的任务 是来自于说 他们要把高阶管理者 在进行策略规划的过程当中 所发展出来的一些企业策略 把这些策略能够成功的转达到 下面各个相关的一些基层管理者 使得这些基层管理者 可以来帮助基层的员工 来去达成到这样子的一个目的 让我们用便利商店的case 来解释一下这样子的概念 在一般的超商来讲 会有很多很多的店员 这就相当于是我们的底层员工 当店员不大知道该怎么操作收银机 或者怎么样子来解决 他的一些机器的问题的时候 他可能第一线求助的对象 就是来自于超商里面的店长 在这个情形之下的时候 店长所扮演的 就是这一个基层主管的一个角色 而对于这个商店当中 超商这一席当中 到底主要是要以什么东西为特卖 各自我们所期许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这些东西来讲 事实上店长本身并没有太大的一个智慧权 通常而言会有他们上面的一些驱途导 来把这些总公司当中 所失望达成的一些目标 还有要进行的一些特别的销售活动等等 传达给前面的这些店长 这种情形之下呢 所谓的督导 就很像是我们刚刚所提到过的 这种所谓的一个中阶管理人员 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而所谓的高阶管理人员 则指的是在上层 总公司里面可能是负责来决定 统一超商真正的发展方向的一些人 我们把这些人称为所谓的高阶管理者 从这个例子当中 我们可能可以发现到 阶层不同的管理人员 可能他们需要不大一样的能力 一般而言 对于所有的管理人员来讲 我们会认为 他们可能需要具备三种不大一样的能力 第一个叫做概念化的能力 指的是 你能不能以抽象思考的方式 来进行一些规划这样子的能力 第二种叫做人际能力 指的是临时说 你能不能够成功的去了解 别人所讲的话 并且把这些话 能够用适当的方式给沟通 传递给所需要知道的人 第三种能力 叫做所谓的专业技术能力 指的事情是说 你必须要能力 可以帮助前线的生产 或者直接性的作业人员 去解决他们生活当中 所需要的一些工作困难的能力 而对于不同进程的管理人员来讲 这三种能力 可能各自扮演不大一样的角色 一般而言 在前线的工作者 他们第一个方向问题 求助的对象 通常是他们所谓的一个基层主管人员 例如像在超商的例子来讲 这个基层管理人员 就是所谓的店长 也因此 店长需要具备一些 例如像是 怎么样子来操作收银机 或者来维护 调整Kiasc这一类的专业技术能力 而对于这些基层的店长来讲的时候 虽然他也需要把这些任务 给成功的传达给 他下面的一些店员 但是 他是否具备一个抽象概念化的能力 来思考一些 例如像这些店 未来走的方向的部分来讲的时候 可能大部分的策略方向 是由高阶主管他们所决定的 所以对于这些基层管理人员来讲 概念化能力 对他们工作的重要性 就相对上面来讲较为低 可反过来说 例如像以统一超商来讲的时候 很超商的总经理 他未必会知道 前面每个货 要摆哪一边 或者是说 收银机出现的各种问题 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解决 因为他本身并不大需要 直接接触到前线的一些作业人员 不大有必要 跟他们做代理这样子的任务 或者直接的协助他们 来解决这些问题的疑难 杂症 反过来说 他可能更需要注重的事情是来自于说 我们该投资到哪些的事业体 该进入到哪一些新的产品领域 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跟我们的竞争对手 例如像全家之类的 有一些不大一样的一个竞争模式 属于这方面的思考的部分 是属于概念化能力所需要的范畴 也因此对高阶管理人员来讲的时候 他最重要的能力会是所谓的概念化能力 而专业技术能力在他的工作场景当中 所扮演的角色就会较为降低了 在讨论完了管理者需要具备什么能力之后 下个问题又出现了 具合这些能力之后的管理者 到底他们都在做什么事情呢 各位可以想象一下你们所看过的一些电影 或者电视剧 想想里面那些所有的管理者们 到底都在做些什么事情 可能有的人会说 看到他们坐在那边开会 或者是说 看到他们在跟他们的客户 或者不知道是其他什么样的人 来一起喝酒聊天 或者是说 看到他到处的走来走去 也不知道在看些什么事情 或者是到处来监控一下员工 看有没有说他的坏话 或者是说 有人问他一些问题 请他来做主 至于说是 可能在旁边帮员工的一些工作状况 来进行打烤机 这样子的活动 并且当员工表现不好的时候 在那边臭骂员工一顿 甚至很多时候 只在鸡蛋里 跳骨头似的 来帮他们找麻烦 当然 以上所说的这些状况 都是来自于是 我们所看到的一些管理者 可能在做的事情 但是 我们到底该怎么样去分类 跟了解管理者 到底他们真正应该 做哪些的任务呢 为了解决这样子的问题 我想我们得先回到 20世纪初的时候 来谈谈这个人 这个人 叫做费瑶 费瑶呢 他是在19世纪末 20世纪初的时候 在法国的一个 矿业工厂的一个管理者 在他二三十年 的管理经验当中 开始思考了一件事情 到底每天 我都在干什么呢 也就是说 我们该怎么样子 成功地执行 一个管理者 该做的任务 于是他把这样子的经验 跟反思 写成了这本书 1916年所出版的 General and Industrial Management 一般 即工业管理这本书 在这本书当中 他其中呢 有一个章节当中 提到了管理者 该做的事情 在费瑶的元素当中 他认为管理者 在做的事情 分别是规划 组织 领导 跟控制 这样子的一些活动 而这些活动 都构成了 我们所说的管理功能说 指的是管理者 他平常的日子当中 必须要做到的 各式各样的一些事情 一般而言 管理功能说 所泛指的是来自于说 一个管理者 他怎么样子 来设定组织的目标 并且达到这样子目标 的一个整个的工作过程当中 所会进行到底一些事情 所谓的规划 所指的是说 管理者 他要事先想清楚 我到底 有什么样的资源 以及说 我外的目标 该怎么样子来走 那我要怎么样子 一步一步地走过去 当想好这个事情之后 另外一个问题 所出来的事来自于说是 那当我要达成这样的目标的时候 我要去哪里找这些资源 以及说 对于这些人力来讲 我该怎么样子找到 适当的人 把他放在适当的位置当中 让他们来进行这样子的事情 这样子所谓的一个分工的部分 就涉及到 我们这边所指称到的一个组织 的一个活动了 另外一个则是 所谓的领导 领导的部分 所泛指的事情是说 当我今天 指派了某些人来做某些事情的时候 这些人愿意吗 他愿意全心全意的投入进来吗 还是只是一个敷衍色泽 这样子的状况 为了让组织的成员 他们可以心甘情愿地勇于地 努力地朝向组织的目标来前进 这个时候 作为一个主管的人 你该展现什么样的行为 来诱使他们 产生这些对于组织 有利的一些活动 这就是所谓的一个领导 所涵盖的一些议题 最后一个是来自于是控制 控制所指的事情是说 我们想去了解一下说 在我们朝向 我们的目标前进的过程当中 我们到底做到了什么地方 以及说 这些东西是不是我们原先所预期的 如果跟我们原先预期的不一样的话 例如像环境的改变 导致于我们原先所计划的事情 并不会发生的时候 我该怎么样子来调整我的规划 或者是来追溯我对于人员的分工不当 我要重新进行人员分工的设置 或者可能是我并没有适当的激励到我们的员工 所以我可能要改变一些 我的一个领导的手法等等 所以换言之来讲的时候 当控制的阶段当中是帮助我们去了解 我们组织目前在朝向目标前进的过程当中 达到了多少发生了什么问题 进而来修正规划组织领导这样的一些活动 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 在完成一个组织的目标的过程当中 他可能会经历到规划组织领导控制的四个阶段 以及更重要的事情是来自于说 这四个阶段当中随时有可能 当执政的某项活动发现到可能不顺利的时候 快地检讨一些问题出分的来源 而去用其他的活动的方式来改正这样子的一个错误 我们来用愤怒鸟的例子来稍微解释一下好了 愤怒鸟是一个在2010年代所曾经流行过的一个游戏 这个游戏里面有各式各样的鸟 它们各自有一些不大样的一个功能跟使命 例如像红鸟 它可能可以射过去之后 稍微撞一下这些所谓的道具 而红鸟来讲 它则可以产生一个较为平的一个飞行的弧度 在最后阶段当中加速有冲撞的能力 黑鸟来讲它则可能可以产生一个爆破性的能力 在游戏的进行过程当中 一般人在玩游戏的时候 我们会先看一看到底游戏的障碍物有哪一些 里面有哪些道具在这个地方 当我们决定完之后我们就要思考一下 我该用哪一只鸟 它的能力比较容易去帮助我们打破这个障碍物 在前面的思考的部分当中 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规划 而分配这些鸟 什么样的鸟 来撞什么样的障碍物的部分 它就是所谓的一个组织的部分 当然在领导的部分来讲 游戏里面并没有发生出来 因为不管这些鸟愿不愿意 你都得听着我的话往前冲 但是一旦当这个鸟射过去之后 这边的爆破的结果 不如我预期的时候 我可能就要重新的修正一下我的规划 或者去电竹棚的鸟 来去撞几不大一样的地方 来去挽救原先的一个状况 所以换言之来讲的时候 即使以分手奖这样的游戏来看的话 它也是在依照着规划 组织 领导 控制这样子的程序 在谈完了管理功能论之后 接下来让我们来谈一谈管理角色论 管理角色论是由 敏兹伯格这位学者所发展出来的 在1969年的时候 他当时正在MIT念博士班 一开始的时候 他就知道老师说 我帮你想到了一个题目你要不要做 他很高兴地问老师说 你要我做什么东西 他的老师跟他说 是这样子 我接到了一个案子 他们想知道说 到底管理者平常在做什么事情 所以可不可以麻烦你 去跟着这些管理者 每天跟着他们 介绍一下每一分每一秒 他们在做什么样的事情 敏兹伯格听到之后 他想想 他觉得这真是一件无聊的事情 我堂堂一个MIT的博士生 你居然叫我 跟着高阶主管 只在旁边 记录他们每天在做什么事情 这样是不是太委屈我了 过了一阵子 他的老板又再次的问他一件事情 你要不要参加这样子的计划 来分析了解一下说 管理者们 他们到底在做什么事情呢 这次 敏兹伯格他觉得 好吧 那我就去试试看吧 于是 他跟随了五位高阶主管 每位主管 跟随了差不多有一个礼拜的时间 在这些上班的时间当中 他跟随了这些主管 把他们一分一秒 在做的事情 全部记录了下来 记录完之后呢 他就开始去分析一下说 到底管理者在做什么样的事情 而这个研究的成果 到最后 被他发表在这一本 The Nature of Menageria Walk 1973年出版的这本书 那这本书也成为 管理角色论的一个起源 根据管理角色论的看法来看的时候 他认为 事实上 我们很难明确地观察到 管理者现在在做的是什么样的事情 在传统的角色之下的时候 大家都认为说 所谓的管理者 通常来讲 特别是因为是高阶的主管 他们可能要花费很多的时间 来进行所谓的一个策略思考 可是 在敏斯伯格所观察的过程当中 他发现 对不起 并不是像这样子的 管理者平常并没有什么太多的时间 静静地住在房间里面 做所谓的一个策略思考 反过来说 他大多数的时间 都是在开会 那么 他开这些会当中 在做什么事情呢 敏斯伯格发现说 他在会议当中 或者不同的场合里面 他通常会扮演 三种不大一样的角色 分别是人际角色 资讯角色 跟决策角色 所谓的人际角色 所指的是 管理者他在组织里面当中 常常要扮演各式各样的一些地位 例如像是一 他可能本身会扮演 组织的一个代表人物 所以因此 他会代表组织 出席各种仪式 亲属文件等等 再来 他本身也是一个领导者 所谓的领导者当中 代表的事情是说 他必须要有能力 去激励和引导他的下属 使得下属他们有意愿 并且有能力来完成 组织所交付的任务 此外 他也是一个联络者 领导者本身并不是个橡皮图章 或者是一个玩偶 只要出席就好 他本身也必须要代表公司 跟不同的人 进行各式各样的一些联络 换言之来讲的时候 领导者本身就是组织里面 跟外界互动的一个桥梁 除了进行领导活动 还有代表组织跟外面 做些联络的这样子人际角色之外 领导者从实 他也扮演了一种资讯的角色 对领导者而言 他本身首先一 他必须要想办法知道 各式各样的一些资讯 这些资讯可能来自于说 我阅读各种所谓的一个外部的一些期刊杂志 或者我利用像是跟同业聚餐 跟供应商往来的过程当中 吸收到很多的资讯 接下来呢 当我得到了这么多资讯之后 领导者作为一个资讯的一个储藏室 他本身必须要决定一下 到底我该把这些资讯 分别传递给哪一些需要的人 所以很多时候 他会在会议当中跟不同的人讲 一些不一样的事情 或者在私理下 用电话或者email这类的方式 来把需要传达出去的讯息 给传达出去 第三种 领导者本身 他除了代表公司的一个象征之外 他也是代表公司进行发言的一个发言者 所谓的发言者的角色 他指的是意思说 将公司里面 跟公司相关的各式各样的一个政策 对外来传播出去 所以领导者可能会主持股东的会议 参加新菜名的发表 或者开记者会等等 来代表公司做很多讯息的一个宣誓 除了人际角色跟资讯角色之外 此外 管理者本身也扮演了一种决策的角色 一个组织常要进行各式各样不大一样的决策 首先 对管理者来讲的时候 他必须要扮演一种创业者的角色 所谓的创业者 他本身代表的事情是说 他必须要有能力 去发掘在环境当中有哪些的机会 并且要想办法促使组织去利用这些资讯 在这个情形之下 他扮演的就是熊彼得所说的 一种创业者的角色 第二种 组织里面常常会有一些大大起小各式各样的一些问题 那么这些问题最后的解决者 通常来讲是由管理者来进行这样子的角色 当问题发生的时候 管理者必须要透过他过去当中所取得到各式各样的一些资讯 来进行他的一些分析的一个结果 并且依据这样子的结果 来决定看看公司未来该处理跟解决的一个方向 并透过分工的方式来让这些问题可以被解决掉 而这些所谓的一个分工或资源分配的方式 就是管理者的第三个责任 叫做资源分配者 当你要进行某项事情的时候 你势必需要用钱 需要用人 需要用各式各样的一个资源 所以管理者他通常来讲 需要不定时的利用各式各样的方式 来把公司所看到的机会 分配不同的资源的方式 来让这些机会是可以被利用到 所以管理者通常而言 他可能会在每年的时候 都需要分配年度预算来给每一个组织 第四种角色 叫做决策角色 绝对角色所指的事情是说 组织不管对内 可能是对工会 或者对外 可能对消费者 或者政府 都有一些谈判要进行 去取得双方各自可能可以掌握的一些好处 或者是必须要负担的权利跟义务 而管理者在这个时候 因为他本身是公司的一个代表人 所以同样的再去决定看看说 公司到底要不要接受 某些条件的这个过程当中 他扮演了一种谈判者 这样子的角色 在前面介绍完了管理功能论 跟管理角色论之后 新的问题又出来了 为什么管理者他要做这么多的事情呢 原因是因为我们所认的所谓的管理 是希望管理者可以透过管理活动 在组织里面扮演同的角色 来达成所谓的一个组织的目标 这个时候下个问题又出现咯 那么到底怎么算是组织的目标呢 对于一个学校来讲 让学生他们能够顺利的升学 可能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呢我们看看 这两间学校的状况好了 第一间学校的学校A 在这间学校当中 他每年有100个毕业生 有10个人上台大 其他的通通都落榜 这个时候B学校 他有100个毕业生 每年都没有人上台大 但是全部都考得上国立大学 在这种情形之下 哪一间高中 算是一间比较成功的高中呢 或许有的人觉得 A学校比较好 因为他有10个人上了台大 其他的人落榜的话 是他们自己不够努力 但是比起来的时候 如果说一个学校的任务 是让学生都考上大学的话 则B学校似乎表现更好 因为他们的学生都有大学念 不像A学校 每年毕业生当中 会有90个人 需要重考 或者根本就没有大学念 这个问题 涉及到什么是管理目标 提到管理目标的时候 我们就得介绍这个观念 叫做效率与效能 所谓的效率 指的事情是说 他用了最好的方法 来去进行 他的一个各式各样的一个工作 所以呢 这样子的情形之下的时候 对于当我们把效率 设为管理目标的时候 他的重点 他着重在于 我们对于资源使用的一个方式 我们希望能够透过尽量减少浪费的情形之下 就代表设计师说 我们有达成到最好的目标 而另外一种就是效能 他的意思指的事情是说 我们希望能够强调我们的结果 能够让我们的结果越好的时候 代表设计师说 我们的达成率就变高了 那这样讲起来好像很空泛 让我们举另外一个例子来讲好了 作为一个在早餐店里面 卖蛋饼的人来讲的时候 这时候我有两种可能评估 这个厨师做得好不好的状况 第一种情况是来自于说 在这一小时的时间当中 这个厨师他可以做出多少个蛋饼 假设他做出100个蛋饼的话 代表的事情是说 这个厨师他的效率 比另外一个只做出90个蛋饼的人 表现要好 因为他在同样的时间当中 做了最多的事情 或者是说他每做一个蛋饼的时候 所花费的时间是最少的 可是如果我们再来比较一下说 这个蛋饼到底好不好吃的时候 可能会发现说 第一个厨师虽然他做了很多蛋饼 但是他大部分的蛋饼都不能吃 因为忘了加蛋 而第二个厨师呢 他虽然只做了90个蛋饼 做的比较少 可是呢 他每个蛋饼都有成功的把它做出来 在这种情形之下的话 从效能的观点来看 第二个厨师是一个比较好 的一个厨师 好 在这种情形之下 效率跟效能 各自代表了不大一样的一种 对于目标的定义方式 对于管理者而言 他应该怎么定义自己的目标呢 到底是应该偏效率多一点 还是应该偏效能多一点呢 他的答案是 其实对管理者来讲 我们会希望他能够同时兼顾高的效率 跟高的效能 虽然这样子的目标不容易被达成 但是理想当中 我们会希望大家都能够用最好的一个努力的状况之下 在使用最少资源的前行之下 来完成最多把事情做到最好 这样子的状况 这就是所谓的一个管理目标的概念 接下来让我们谈一谈管理思想的演进 事实上我们可以说 有人就有组织跟管理 例如像古代在埃及的金字塔 需要动员大量的人力跟物力 一起协同地来完成这样子的工作 同样的回到了中国 也有万里长城这样子的建筑 此外 军队也是另外一种管理组织常见的一种形式 我们常听到许多的将领 他们用不同的方式来带领他们的部队 进而达到了打胜仗这样子的一个目标 然而 对于这些将领们该如何的打胜仗 或者该怎么样带人像这样子的一些议题 事实上并没有相当多完整的一些系统化的论述 现在我们所谈到的管理学 主要是以欧洲和美国的一些思想而演变过来的 最早第一个被列为 是涉及到跟管理学相关议题的 是来自于英国的亚当·斯密 他在国父论当中 用制造真的这个过程来解释 工作专门化带来的好处 所谓的工作专门化 所指的事情是说 我们把同样的一件工作 分成不同的任务 而让每个人 专注在同样的一个任务下进行即可 在这样子的思维之下 亚当·斯密尼他主张说 如果我们把制真这样子的活动 分成若干个过程的时候 如果我们让每一个人 只做其中的一个过程 会让真的产量大幅地提高 这样子的观念 叫做所谓的一个工作专门化 也成为后来在管理上面来讲 相当重要的一个观念 然而这些管理的观念 事实上都是在非工业革命的情形之下 所发生的 工业革命时代的来临 代表的事情 是整个的一个生产 和商业的环境重大的改变 过往当中 人们可能是在自己住家的附近当中来上班 从事的是来自于一些像是农业或者商业的活动 工业革命改变了这样子的一个小规模 生产的模式 而让整个的一个生产活动 进入到了一个大规模的一个现象 在这个情形之下 我们要先介绍一下 科学管理学派的一些思想 科学管理学派是由泰勒这个人所发展出来的 在19世纪的中期的时候 泰勒出生了 他出生于一个犹太人的一个良好的家庭 他的父亲是律师 从小到大接受到很好的教育 他父亲也希望他能够继承主业 可是很遗憾的事情是泰勒的眼睛并不好 所以当他可以念大学的时候 虽然他申请到了哈佛大学的法律系 但是由于他眼睛不好的关系 他很怕长期的阅读 会让自己的眼睛再也看不见东西 于是他就休学了 离开了这个大学 而进入到了工厂当中 一开始从学徒的角色出发 逐渐的向上升任 他最早扮演的是工程师这样子的角色 后来逐渐随着他的一个技术的提升 他逐渐的升到了管理的阶层 那个时候他在一家铁工厂 叫做伯利恒的铁工厂当中担任主管 而在担任主管的过程当中 他逐渐的改变了 大家对于管理的一些思想 早期的一些管理当中 在工厂里面 多半是由所谓的师傅来当家的 不同的师傅 不同的工人 对于同件事情 会有不大一样的一些做法 也因此 在工厂当中常碰到的问题是来自于说 每个人都用不大一样的方式来做事情 另外一个很麻烦的事情是 在当时大部分的人 都是所谓的领日新的 换言之不管我做多做少 只要我有来 我就可以领到一样的薪水 对于泰勒来讲 他碰到的第一个问题是来自于 我要怎么样子来提升 我们在工厂里面的一些生产的机制 于是他开始针对这些议题当中 进行了一些研究 所谓的科学管理学派 就是在这样子的方式之下 所发展出来的 泰勒认为过往当中 这种师徒制的方式 来训练出来的工人 他并无法找到 比较一致的一个生产的方法 他比较主张的是来自于说 首先一定有一些 比较好的生产的方法 再来我们应该要有些科学化的方法 能够让工人他可以依循 而不是依照他过往的一些 个人的主观的意识 来决定自己该怎么样子来操作 所以举一个例子来讲 例如像同样是 把一个砖块从AD移动到BD 有的人可能会选择 每三块为一个单位搬过去 有些人可能会选择 以五块为单位搬过去 以三块为搬的人 因为手上的东西比较轻 可能走得比较快 而以五块为单位来搬的人 可能因为东西比较重 走得比较慢 到底哪一种方式 可以更快速地把搬完成 把砖块从AD到BD的任务呢 又或者是说 不同的人搬砖块 可能有不太一样的姿势 有的人可能是先蹲下去 把斑块拿到手上之后 再站起来 而有的人可能是弯腰下去 把砖块直接拿起来之后 再来做移动的动作 到底哪一种方式比较好呢 对于泰勒来讲 他认为这个东西是有答案的 只要我们经过科学化的方法之后 我就可以找到最好的一种 斑砖块的方式 并且只要工人愿意的话 那么工人就可以依照这样子的方式 达成到更高的一个生产量 为了达成这样子的一个目标 泰勒在他的叙述当中 发明了一个人 叫做施密特 在他的描述当中 施密特是一个从德国到英国的移民 并且施密特是一个很笨的人 他通常来讲 他的工作效率并不好 但是施密特有一个很大的好处 他很听话 所以主管教他做什么事情 他就会照着做 在泰勒的论述当中 他说施密特这个人 因为他很听话 所以他会依照主管 他观察之后发展的科学化的方法 来进行他的生产活动 也因此使得施密特 他有了比别人更好的一些生产量 那么为什么要达成好的生产量呢 这个问题可能要回到另外两个事情上面 第一个是来自于工人报酬的一个计算 在当时的时候 工人大部分的报酬 是来自于所谓的一个论日记酬 也就是不管我之前做了多少 我都是拿到一样的薪水 泰勒认为事实上 可以把工人的报酬 跟他当日完成的一些生产量进行结合 而产生了一种叫做论件记酬 这样子的一个给付的方式 也因此在收入上面来讲 工人他提高生产量 对他而言是有财务性的好处的 而另一方面来讲 他所强调的事情是来自于说是 我们必须要能够找到一些科学化的方法 来对工人进行研究 找出来哪一些方式的组合 会是更好的一些生产的方式 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 他用正式化的一些科学化的标准的动作 以及说教育训练的方式来要求每个工人 都可以用一样的方法 进而达到更好的一个生产力 此外 泰勒还一个主张是 管理阶层跟工人之间必须要分开 因为管理阶层来讲 他的责任可能是要指派工人 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进行工作 而工人本身并没有任何的一些知识跟技能 可以去了解什么样才是最好的方法 他只会用自己的经验法则来做判断 所以最好的方式是把管理阶层 跟一般的工人进行切割 达到所谓的一种管理标准化 这样子的动作 泰勒这样子的主张 是有很多的信徒的 例如像是Frank跟Lillian Gebers 这一对夫妇 这对夫妇所发展出来的一套 动作 叫做时间与动作研究 构成了科学管理化的基石 什么叫时间与动作的研究呢 吉伯特夫妇他们会做的做法是 例如像他们在家里面 会用摄影机的方式 记录他们家里12个不同的小孩 他们不同的刷牙的方式 统计出来之后 就找出最快速的一个刷牙的方式 再来要求他们的小孩子 照这个方式来做 进而达到比较好的一个生产的目标 这样子的说法听起来很疯狂 但是吉伯特夫妇他不但在家里面 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去研究 自己的小朋友 在念书 吃饭 或者是在洗脸刷牙之中 怎么样做可以做到更快 并且在工厂里面 他们也大量运用了这样子的一个摄影 或者在旁记录这样子的技巧 来分析出来 时间跟动作之间的一些关系 进而去规划出来 什么叫做最实化的标准生产活动 而这样子的东西 就可以作为在泰勒所主张的 科学化生产模式之下 标准动作的一个由来 而吉伯特夫妇 他们对于在家里面这样子的经验 也被别人拍摄成电影 例如像这部电影 叫做Chuper by the Dozen这部电影 就忠实地描述出来 吉伯特夫妇 他们是怎么样子 去运用时间与动作研究的方式 运用在家庭里面 来改善家庭的生活方式 泰勒这样子的生产方式 他得到了很多信徒的支持 也有很多信徒的反对 到了大概19世纪末 20世纪初的时候 当时美国达佛大学 开始成立了 例如像是所谓的一个商学系 这样子的单位 他来请泰勒过来这边 作为专业讲师 来传达他对于 所谓科学管理 这样子的一种概念 而到了后来 泰勒也被另外一家学校 就是Dortemus University的学校 在这个学校当中 却担任所谓的一个教授 这样子的任务 但是科学化管理的东西 到底有没有效果呢 泰勒原先在 伯利恒工厂的实验当中 很遗憾的事情是 并没有显著的一个 生产力的提高 原因可能是来自于 当时的报酬 或者来自于经理人的阶段 因为在别的公司当中 也逐渐的开始有了一些 的确迫过科学化管理当中 得到比较好的 生产力发展的一些证明 这就是所谓的 科学化管理的概念 科学管理学派 比较在意的是来自于 所谓的个别level 泛指 例如像是员工 或者是工人 他们该用什么样的方法 来提高他们的生产力 而行政管理学派 想处理的是另外一件事情 那就是 当组织是由不同的人 所组成的时候 我该用什么样的方式 来进行管理 所以对于行政管理学派来讲 他最在意的事情是 我们要怎么样子 来建立有效率的组织 这个时候我们就得提下一个人了 他叫做费瑶 费瑶他是法国某一家 矿业公司的总裁 在他当任总裁的过程当中 他逐渐地开始去体会和思考 一件事情是 我要怎么样子 才能够建立一个有效率的组织 他把相关的一些经验 写成了这本书 General and Industrial Management 这本书 并且在1916年的时候 以英文的形式 被翻译到欧美的世界里面去 在这本书当中 他认为一个好的管理 必须要遵从这以下的一些原则 首先是分工原则 范指的事情是 我们应该要尽量运用 如同前面所提到的 亚当斯密的专业分工原则 来提高生产效率 第二个是所谓的权威原则 他认为在组织里面 一定会有所谓的上层跟下层 而管理者本身 一定得具备下命令的权利 而这些下命令的权利的由来 就是来自于所谓的一个权威 第三个 在组织里面 一定要有各式各样的一些纪律 让员工知道 该怎么样才来行事 第四个 在一个组织里面 每一个员工 应该都只有一个上司 这样子的话 才不会有命令混淆的状况 第五个 在组织里面 必须要统一的目标 在这种情形之下 不同的管理者跟员工 才会有一个方向性 第六个 共同利益优先原则 他所泛指的事情是说 在组织里面 我们必须要能够接受 组织的利益 要高于个人 和组织内部小团体的一些利益 第七个 讲仇原则 公司必须要能够给员工 合理的酬劳 来去报答员工的一些付出 第八个 集权原则 他所代表的是 林氏说 我们必须要能够 让下属适当的参与到决策 第九个 指挥链原则 他指的是 林氏说 从最高的领导者 到最基层的员工 应该可以基于 指挥统一的原则 有一条明确的 下达面令的管道 第十个 秩序原则 他指的事情是 员工跟物料 都应该在适当的时候 出现在适当的地方 第十一个 公平原则 管理者应该 用公平且和善的态度 来对待下属 第十二个 是来自于稳定的人士 他认为管理者 应该要思考清楚 到底 他需要用哪一些的人 以便确保 当职位有空缺 例如像是因为 员工的退离 或者来自于 员工的升迁的时候 能够快速地 递步到相对应的人选 第十三个 主动原则 我们应该 能够让员工 主动参与到 计划的一些提出 并且让他们 参与执行的部分 这样子的话 可以激发他们的努力 第十四个 团队原则 我们必须要能够 让员工 以团队的方式来进行 发展他们的一些 团队精神 进而让组织当中 可以能够在团队的 形形之下 共同地来维持 组织的一个利益 在废窑的概念之下 他虽然界定出来了 一个组织当中 维持组织运作的 一些基本的原则 但是他并没有 清楚地解释 到底为什么管理者 会有权利 也没有告诉我们 在个理想的组织当中 他必须要如何地 会来让员工更愿意团结 更愿意付出 而来自于德国的社会学家 马克思韦伯 在这个上面来讲 有着相当的贡献 韦伯对主要的贡献 来自于两块 第一块 他成功地解释 领导者的权利来源 第二块来自于说 他精确地描述出来了一个 现代化的一个官僚组织 应该具备的一些 基本的逻辑 首先在权利来源的部分 韦伯他针对过往当中 历史上面的一些权利 例如像是国家怎么成立的 官员当中 怎么样会具备权利 跟掌控别人的能力 这些方面来进行探讨之后 他归纳出来了三种权利的来源 分别是传统权威 法定权威 跟魅力权威 所谓的传统权威指的事情是说 领导者本身的权利 是来自于传统上面所构成的 例如像是皇帝 他的权利传承给他的太子 或者像是古代欧洲体系 所出现的军权神兽的概念 这些所谓的权利 并不是透过血统的方式 来逐渐地传承下来 而不是透过其他的方式而具备的 换言之 这个人出生完之后 就可能决定了 他日后会有着 什么样的一种权威 第二种叫做魅力权威 魅力权威所代表的意思是来自于说 这个人他可能本身在血统上面 并不具备一种权利的来源 但是他个人当中 透过个人的一些努力 或者是个人的一些对话等等 而造成了对别人的吸引力 使得别人愿意接受他的一些观点 那点心的范利 例如像是在三国志当中的刘备 事实上刘备本身只是一个小官而已 比武力他可能也比不过关羽 也比不过张飞 比赤利也比不过诸葛亮 但是这个人在讲话的时候 会具备比较高的一种说服力 也因此我们可以说 刘备的权力由来 是来自于他的一个魅力权威的来源 类似的例子当中 也可以看到 德国的希特勒 也是一种魅力性权威的代表 他透过个人对于民众的一个说服能力 使得他虽然出身不好 但是借此掌握到了相当大的一个权力 而发动了二次世界大战 第三种叫做所谓的法定的权力 法定的权力是在正式的组织当中 所会发展出来的 例如像在古代的时候 尽管官员本身 天子本身 他是有着父传子 这样子的权威由来 可是他手下的官员本身 并不具备这样子的血统 而官员的权力就是来自于 透过君王的任命之下 使得他虽然我并没有这样子的出身 但是我具备了一定程度的一个影响力 这就是所谓的一种法定权力的概念 除了权威的由来之外 韦伯他也简单地说明了一下 在他心目当中 一个现代化的官僚组织 应该具备的一些特性 首先是像费姚所说的 专业分工的部分 再来第二个部分呢 就是来自于层级体制 如同费姚所讲的 我们应该要维持单一使徽 以及说命令一致 这样子之类的概念 而对于韦伯来讲 他认为一个组织当中 他必须要透过层层 这样子的法官 由上到下 这样子的方式来运作 在这种情形之下 他把它叫做一种 所谓的层级化 或者科技化的官僚组织 第三种 在这个组织之下 他认为说组织 应该要有一定的规章 并且组织的成员 必须要能够依法行政 并非是用个人的主观喜好 跟判断来决定 组织到底该怎么样子来运作 在这种情形之下呢 他会主张 在现代化的组织里面 事实上每个人 并不能够当作人来使用 我们应该把它想象成说 他们就是一种所谓的机器 像这样子的一种运作的模式 在这种情形之下 我们才能够在去除掉 我们对人性化的思考之下 而产生的 对于依法行政的干扰 再来 韦伯对于用人上面来讲 有着相当的一种主张 他认为 在古代的权威里面 虽然我可能会 把这些所谓的用人的权威 都交给皇帝来进行 但是 在这个现代化的组织里面 我们不应该再以 这种亲疏远近的关系 来作为我们用人的考量 唯一用人的考量 应该就是一个 就是这个人的才能 是不是适合 他所负责的一个工作 最后一个 是来自于植牙导向 植牙导向 他所强调的 是来自于说 在现代化的组织里面 我们必须要让 里面的员工 他知道 他未来 在组织内的发展方向 在这种情形之下的时候 员工才容易 跟组织凝聚共识 愿意朝向 组织的利益来进行 刚刚所提到的行政管理学派 他们最主要的重点 是在于 从一个设计上面 去描述出来 一个好的组织 应该有或理想中 会有的一些特色 跟制度 而接下来 我们将谈到行为学派 在这个领域当中 研究者的重点 逐渐地转移到 组织里面的人的身上 在前面所谈到过的 行政管理学派当中 基本上 我们并不考虑 人的志愿 我们只在乎 选到适当的人 把他放到适当的位置上面 并且 让他接受命令 而在所谓的 科学管理学派当中 他也认为 我们每个人 应该要做到标准化 这样子的动作 而不考虑到 个人对于各种 动作的偏好 以及他的一些思想 对于行为管理学派 来讲的时候 我们所在乎的 则是来自于 对于人的这个东西 他到底具备什么特色 也因此我们该 怎么样管理他们 在行为学派里面来讲 第一个我们得提到的 就是 Mary Fulet这个人 弗雷特一般来讲 他被封为 是所谓的现代管理之母 弗雷特是一个 在19世纪末 20世纪初的一位女性 很年轻的时候 他从Redcliffe College 拿到了博士学位 但是很遗憾的事情是 在那个时候的美国 依然处于一些 性别歧视的时代 所以他虽然拿到了博士学位 却找不到一个好的工作 也没有学校愿意收留他 所以他跑去做了社会工作者的 这样子的工作 他第一个接触的案子 是在某一个贫困的社区当中 想办法来去帮助当地的群众 脱贫 并且学习一些先进的一些职业的技能 在那个过程当中 他组织了一个团体 在这个社区团体当中 他要激发这些市居民当中 他们的工作的意愿 并且让他们知道 也愿意去学习一些新的工作技能 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发现到 原来在群体里面 并不是只有管理者是有用的 个别成员的本身 他们也可以激发起 其他团队成员的一些动力 也因此在这个体系当中 他开发了一种 叫做团体通代学 这样的一个概念 也因此强化出来了 员工本身的价值 所以他认为 对于公司来讲 员工并不只是一个 完全没有意识的机器而已 它是一个有思想 并且有价值的一个资产 如果组织可以善用他的思想 抱着他的价值的话 那么就可以发挥出来 更大的一些工作的表现 再来 在这些做社区经营的活动当中的时候 他发现到 非正式沟通的一个重要性 也因此在这种情形之下 一个好的组织 或许不见得只能维持到 这种所谓的一个指挥统一 单一命令链这样子的观念 他也可以透过 非正式沟通的管道 而让组织不同的部门之间 可以彼此的沟通协调 来完成任务的多元性 也因此他提出了 矩阵组织的概念 所谓的矩阵组织 它代表的事情是说 每一个人可能有 两个以上的一些主管 共同都来协调这个人 该怎么运作 而这样子的组织的形式 在1920年代的时候 就被杜邦这家公司所采用了 相关的概念 我们会在组织的章节当中 在做探讨 最后 弗雷特他也发掘了 专家知识的重要性 在韦伯的观点当中 韦伯认为领导者权利的由来 是来自于传统上 与生俱来的部分 或者来自于个人魅力的部分 乃至于 有组织的规章 所授予的法定权利 而弗雷特也认为 他认为说 知识本身就是一种权利 当你有知识的时候 这个知识是别人所看重的 则别人也会服从你的一些意见 所以他认为 除了传统的 传统权利 魅力权利 跟法定权利之外 领导者另外一种权利的来源 就是所谓的专家权利 除了弗雷特之外 在1920年代 也有另外一位 相当有影响力的学者 这个人叫做巴纳德 严格来说 巴纳德 他并不是一个学者 他是一个食物界工作的人士 在1920年代的时候 巴纳德 从美国的哈佛大学毕业之后 他加入了AT&T公司 成为当时的 纽泽西AT&T公司的总裁 在他的一些当任总裁的经验当中 他发现到了一些管理的原则 而把这些原则 写成了这一本 叫做The Function of the Executive 的一本书 就巴纳德的经营感觉来看的时候 他认为 首先 很多的企业 通常来讲 并不会活得太长久 那是因为 他们根本就没有搞清楚 管理的重心 他认为 对于管理者来讲 他必须要注意到 组织的效率跟效能 效率跟效能的概念 我们在这一章当中 前面的部分 曾经稍微进行说明过 接下来 新的问题又出来了 要怎么样子 让组织的员工 可以达到效率呢 他认为 这些效率来讲 必须要能够配合 去扭发出员工的动机 使得他们 可以朝向这个效率来达成 同时 我们必须要能够把 这些效率的要求 转换成员工具体 可以达成的目标 并且让这些目标 是会跟员工本身的动机当中 去产生一些连结的 第三个 他认为作为高阶主管来讲 他最主要要做的事情 是以下四种 第一个是来自于 他有义务要去维持 跟建立 组织内部的一些沟通的系统 让每个人之间 可以彼此地得到 他们所需要的一些资讯 再来 他必须要能够有办法 去让员工愿意 提供他们的服务 来对组织效力 第三个 他认为 既然效率本身 是要过目标来达成的话 那么高阶主管 必须要能够 精确地 也拟出来 这个组织所存在的目的 和组织应该达成的目标 借此来让员工 有方向可以依循 第四个 他必须要能够 善用各样的一些方法 能够了解员工的动机 将动机跟目标来结合 并且来确保 员工可以达成 他们工作的目标 在这个过程当中 为了满足员工的一些动机 奖励可能是 其中的一种手法 所以 巴尔德还认为 作为一个好的管理者 不是只有知识 不是只有法定权利就好 他本身也必须要有能力 给予员工一些奖赏 换言之 奖励也是 领导者的权利由来之一 接下来我们来谈一谈 梅玉跟霍商实验 Kelton Mayo 梅玉这个人 他是一个澳洲人 在澳洲念完书之后 曾经跑到西非这个地方 去从事过一些服务 后来辗转到了美国 他原先在澳洲那边 所受的训练当中 包括哲学跟心理学 后来他也曾经 接受过医学的训练 所以在西非的时候 是从事一些 支援医疗相关的一些服务 后来他到了伦敦 跟爱丁堡 在当地 从事了一些工人教育的问题 后来到了美国 在美国这边 成为了宾州大学 以及哈佛商学院的一个教授 梅玉最大的贡献 是来自于他发现 生产力跟工作场所之间 的一些关系 首先 他原先在波士顿附近 的一家纺织厂那边 接到了一个案子 这个案子要求说 他去研究一下 我该用什么样的方法 来提高员工的生产力 在那个时候 他透过调整 休息时间 以及说调整 薪酬计划的方式 他发现 员工的生产力 的确会有显著的影响 到了1920年代的时候 他接到了另外一家 当时的西方电器公司 他们的一家货商工厂 这个地 的一个要求 在这里当中 他所接到的任务是 希望他能够研究一下 到底有哪些的环境 会影响到 这些员工的工作表现 在这长达将近10年的活动当中 他大概做了4个阶段 不大一样的实验 来测试各种不同的一些环境因素 对于员工工作表现的影响 这些因素包括 例如像是休息的时间 灯光的照明等等 在这些实验当中 他发现 其实工作场景的一些安排 还有各种的设置 也会对于员工的一个工作表现 产生重大的影响 梅玉 富雷特 还有邦纳德的一些研究 他们都指出 事实上 对于组织的工作表现来讲 不能够单凭 组织本身设计 到底是不是合理 也必须要考虑到 里面的从业人员 他们的一些心思 例如像 他受到什么动机的驱动 过来工作 还有当时 他们的工作场景 的一些设置 以及来自于 他们在群体当中 从决策的安排 到彼此沟通的一些管道等等 这些东西 都会影响到 员工在组织里面 生产力的表现 这些的研究 到了后来 就变成在管理领域当中 知名的组织行为 的一个始祖 在谈完了 行为学派之后 最后 让我们简单地讨论一下 管理科学学派 有人说 没有数字 就没有管理 这样子的观念 在现在来讲 是很多管理者 所尊奉的 而这样子的概念 是由管理科学学派 所发展出来的 那么 管理科学学派 是怎么样兴起的呢 他跟前面所谈的 科学管理学派 到底有什么差异呢 好的 首先我们来谈一谈 管理科学学派的兴起 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美国的陆军部 空军队里面 碰到了一个问题 我们有很多的飞机 但是我们并不大知道 这些飞机在哪边 而我们也不知道 什么地方 有多少飞行员 更麻烦的事情是 这些飞机 可能都需要一些零件 来维护 可是我却不知道 这些零件 到底分分在哪些地方 为了解决 这样子的问题 美国陆军的计划署 开始要想办法 去处理这个事情了 于是乎他们找了一个人 叫做Tex 东腾这个人 这个人当年呢 他是美国陆军的一个上校 在从军之前 他曾经在福特公司服务过 在福特公司服务的时候 他主要负责的是从财务的角度 来管理一些公司的业务 那个时候他有一个合作伙伴 叫做Maknamara这个人 这个人在当时 他是在美国阿佛商学院里面 教授会计的一位老师 同时他也说过 相当的一个统计的背景 对于Maknamara来看的时候 他认为在管理上面来讲 我们实际上很多的管理资讯 可以用数字来表达 当可以用数字来表达之后 我就可以建立一些模型 来帮助我们辅助进行决策 以及模拟未来之用 运用像这样子的观念 他们逐渐地发展出来的一些技术 来去处理这些调度的问题 常见的东西 例如像是我们所听到过的 要进分析法 或者是PERT分析技术等等 这类技术本身的概念 基本上是把所有的事情当中 尽量地以量化的方式来表达 当转换成数字之后 我们就可以清楚地了解 什么地方发生了什么事情 做到了多少等等 像这样子的东西 像这样子以数字化的方式来管理 企业的概念 就是所谓的管理科学学派的概念了 那么管理科学学派 跟科学管理学派的概念当中 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 首先在科学管理学派的概念里面 他们比较强调的使用人力学士的观察法 还用实验法之类的方式来去进行一些最佳 生产状况的一些发展 而对于科学管理学派来讲 他所做的并不仅是在于说这些工作样貌的一些研究 他更重要的事情是说想到了去用数字的方式来去描述跟表达 企业内部一切的活动 例如像会计学里面 我们常说会计是一种语言 它用来描述企业组织里面它的一个运作的状况 所以我们可以简单的用损益表跟自然负债表这类的状况 来了解在这个企业里面到底一年当中我赚了多少钱 花了多少钱等等 而在科学管理学派来讲 最早的时候所使用的是来自于一些财务预算控制的发展 到了1970年代之后 它要逐渐的演变成了一些在生产技术上面的一些调整 例如像我该怎么样去判断什么叫做品质 这些东西也变成了后来的品质往你的前身 好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先上到这个地方为止 感谢各位的观看 欢迎下次再度光临 谢谢